我开车一整天终于到达丽江 我的身体已经有些疲劳 但还是先收拾了房车 拉好了驾驶室的隐私帘 再把所有的隐私帘都拉上 这样就算在车外面也看不到车内 打开双气流排风扇保持通风 接着去洗手间洗了个手 感觉口渴了就喝了些水 开车一整天没吃东西 下车锁好车门 去古城里找点好吃的 停车场的对面 就是丽江古城的客栈区 正好有一家餐馆 我走进去 老板说刷到跟我还要给我免单 我点了一份套餐 全部是当地的丽江特色菜 你们知道我吃的是什么菜吗 这是一家由返乡大学生夫妇 创立的餐馆 虽然老板只要给我免单 但是他们做生意不容易 我不能占这个便宜 吃完饭回到房车里 发现王子小臭狗 把垃圾桶里的垃圾撒了一粒 我收拾完地上的垃圾 去卫生间里洗了个澡 开了一整天车 非常累 赶紧回到我温暖的大床上 睡觉了 晚安